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标上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更沉一些 然后下面的冰刀呢 也有很大的区别 然后这个白的和黑的是一样的 是吧 是的 那其实就在这两个里面去选 大家知道哪个是花样滑冰的冰鞋吗 第一双是黑色的 后是坚硬一点 第二双也是黑色的 第三双是白色的 这后两双的冰鞋和冰刀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您知道 哪一双才是花样滑冰的冰刀鞋吗 其实呢 第一双冰鞋呢 是冰球用的球刀 这个是冰球的 对 那么从第二双 第三双呢 是我们花样滑冰用的 滑冰的冰刀 冰球的刀和花样滑冰的刀 前面是很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花样滑冰的刀 前面是有刀尺状 它是辅助花样滑冰运动员 做跳跃步伐 甚至旋转 比如说定到那个冰上 然后进行一些制动呀 对 进行一些发力动作呀 那这个为啥不用啊 它只需要速度啊 急停之类的东西 原来啊 这两双都是花样滑冰运动的冰刀鞋 正规比赛通常男鞋为黑色 女鞋为白色 这个冰刀里面 它就是这一种嘛 冰鞋分很多种 滑到直运动员的时候呢 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脚型 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脚型 去选择自己适应的冰鞋 两脚定制 是的 然后呢 冰鞋和冰刀呢 也不一样 根据你个人的技术 特点去选择冰刀 有的冰刀弧度大 有的冰刀弧度小 有的冰刀刀刃呢 会比较窄 有的冰刀会比较宽 这个都有区别啊 对 是的 是根据 还有的冰刀比较轻 有的冰刀比较重 所以都是根据你的技术 去选择你所需要的冰刀和冰鞋 同样是花华运动员 脚下的冰刀鞋 也会有所不同 每名专业运动员的冰刀鞋 都是根据自身的身高 体重 舒适度 而量身定制的 那教练 你说它这个 整个的冰刀 它为什么要比这个鞋 要长出来一块儿 它的这个长度和鞋的这个比例 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在正常双人划 以及单人划的冰刀当中呢 我们的刀是比鞋要长一些的 因为它更方便于做一些跳跃动作 以及一些难度的抛跳 会更好 对 会更好的去完成动作 主持人吴冰突然拿起了 这个长条状的东西 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它又在花华运动中 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是一副刀套 它的作用是 平时呢 在我走路的时候 我不可能用我的刀 接触硬地 比如说损泥地 它也踩上以后 我可能会对刀的刃 会有所损伤 所以我一定要套上刀套 以去保护它 那您这个刀套等于它 哟 我刚才差点以为我掰坏了 它是一个塑胶的 刀套呢 它一般都是塑料 软塑料 它不会伤害刀 但它有一定的硬度 专业运动员穿着冰鞋 在冰厂外行走时 要在冰刀外套上 硬塑料的保护套 这是为了避免冰刀 被地面磨盾 或者是沾上灰尘杂质 而当运动员不穿冰鞋时 还有一种软套 也能够起到保护冰刀的作用 那就是冰刀毛巾套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还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这个特别有年代感的刀套 登登登登 首先第一 向大家表示歉意 因为这双刀套 是我个人曾经做运动员 一直以至于现在 一直使用刀套 它已经跟着我 大概十几年了 所以说它可能看上去 比较不美观 但是它对于我来讲 是有个人情感在里边的 毛巾刀套的作用是 在你每划完一场冰以后 你的冰刀上会流下血 血会化成水 不要误会 不是那个血 冰雪的血 它会化成水 那么水粘在刀上是容易上锈的 我们要用毛巾的刀套 把水吸干 然后这样保护起来 刀平时放着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放 软套不仅能够保护冰刀 而且还可以吸收残留的溶水 防止冰刀生锈 那么除了要做好冰刀的 保养工作之外 您知道花样滑冰的冰刀鞋 都是什么材质的吗 当然也是根据你运动员的级别 比如说你跳的是四周跳 那你可能要相对来讲 穿的会比较硬 就是用钢的 是的 但如果你跳的是两周跳 像小孩子 他可能穿的鞋会比较软 相对来讲会便宜一些 冰刀的硬度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有的人可能喜欢穿碳纤维的刀 它比较轻 再问问这鞋得多少钱 贵吗 因为我看它全都是真皮的 而且这皮子又非常好 是吧 很厚 对 对于直育诺员来讲 每个品牌的鞋子的价位都不一样 那鞋和刀是分开去卖的 是这样的 单买鞋单买刀 然后拼一块 然后再去把它组装在一起的 那这一套配起来也得 有的时候会上万吧 这也会隔一段时间要更新换 那要换一下吧 是的 花样花瓶运动员 基本上每一个赛季 都要换一双冰鞋冰刀 是吧 甚至有的时候一年会换 两到三双刀 对于这一年会换一下 对于这一年会换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